大家試看週末,辛苦了 我們來讀這個課 前面我們也回覆了 二屆的一些系統 我們有一些比較重要的 事實上也適用於 不同接觸的一些系統 基本上我們設計 一個控制系統 我們要評估一個控制系統 讓我們想看看 響應時是夠不夠快 所以在評估這個 快跟準的過程中 我們會針對它的 附近響應的 提供的一些 或者評估了底下的一些長度 這包括有些跟時間有關的 包括上升時間 0-100%所耗的時間 或者有些是從 10%到90%所耗的時間 成為DR1 另外還有一個PIX 就是衝到最高值的 那相對的這個最高值 相較為這股材質 就是有一個超越量 或者有些什麼 定義一個超越量的百分比 來評估這個的差異 那所謂安定時間就是說 當時間持續到安定時間裡頭 你的誤差一定在某個方法裡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說 你就可以啟動另外一個動作 那當然我們也會關心你的一些 對於財物差的一些 一些數字跟連結合的暫形 那所以這些大概就是我們 臉型看到一些指標 那當然這個適用於 二階甚至更高階的一些系統 那當然我們也正在二階系統 也把他的這些DRT 以及PS等等 有做了一些描述 那這個描述在我們 我這個go over 一下大概就說 Tip time 變在 i 屬上 m-n 更好意見 然後這個percentage over shoot 基本上也就是 所以跟你的意思同一種 是Zeta time 以及呢 甚至說 我們關心的是TR 這對二階系統 你都可以把它 跟你的系統裡面參數 就是Dempting Ratio 以及Nature-free的關係 建立起來 所以這個當然就是說 有助於我們 針對二階系統 就是我對系統的掌握就是 針對二階系統 只剩你知道Dempting Ratio 和Nature-free的數 你可以算這個數字 當然相對來 你都可以 實際的算一下這些的一些數字 以至於說 超越量分別的情況 那這個當然就是 有助於我們 把系統的性能 就是說 假設我用一些 比如說 PICCAM Percentage over shoot Rice time 以及我系統的一些參數 那當然就是 Dempting Ratio 和Nature 關係 建立起來 那你也可以發現 這個關係 是有一點非線性的 但是重要 實際上就是 你要知道這個區域 就是說 這邊這種 都是我的性能 指標 那這個可能是我 參數可以調整的 運作 或者控制設計者 你可以調整這些檔 然後你可以發現 在調整過程 你往這個極端卡的時候 然後這個指標 會怎麼這麼變動 另外一個指標 可以從這個趨勢變動 所以這個部分的一些 一些了解單 就可以有助於我們 可以一些 維修控制系統的一些 一些認知跟掌握 那我今天就從這邊來開始 那我 假設看這個系統 事實上也跟我先前看 在建立二階系統 標準二階的形式 這個系統 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大K 一個是P 大K當然是開迴路系統的爭議 小P呢 事實上是開迴路系統的一個基點 基點就是在-P這個位置 另外開迴路系統的基點在原點上 那我現在的問題來 就是這個翻譯在立場 我要選擇這個K跟小P呢 滿足底下幾個需求 好吧 那這個需求是很典型的 一般來講說 控制系統 或者你再看一些規格很典型 第一個需求 一般來講 都是定性的需求 就是說 你不會有一些很強烈的數值出來 它只是說你會希望說 我的響力越快越來 就是說 你會說我的 這個step response 呢 越快越好 這個它能幹 你再去買一個產品 做一個初期投入的時候 你不會講很量化的數值 但是你會希望說 你的期望是哪個保險 結果 價錢越平坦 心理越好 那情況 那第二個呢 NP3的那裡 就有一些數值出來了 那第二個數值呢 就是 我的overshoot 或者說percentage overshoot 是要比較小 percent 所以你可以發現 percentage overshoot 這個數值當然是你的要求 但是你可以發現 你的要求應該是 比某個數值小 不是比某個數值 哪知道做 我們學的課程 你要知道 小事 所以overchure來講 小事好 這樣情況 因為overchure是超過量 但不想超過太多 我們在那裡的情況 所以 過一個應該定義 小某個數值 而不是超過某個數值 那另外第三個 大概是 Satrim time 在2%的誤差裡面 必須小於4秒鐘 所以這個還是一個 小於某個數值 也就是說 你會希望說 你越快的時間 能夠安定在2%裡面 在情況 而且是必須要在2%裡面 在情況 所以 基本上來講 有一個是percentage issue 要求 有一個是satrim time 要求 好 所以這個當然是 我們的規範在情況 那你可以發現呢 在這邊呢 這個輔助的s題面 有一個電話出來 讓我來看一下 首先我來看一下 假設我 percentage of h 有一個主要5% 那這時候 我根據 因為這系統是標準的 而且 percentage of h 根據前面的一些公司 就是exponential 不 data開出 那麼更好 一簡單data 那我會希望 小於5% 就小於0點 那這時候你可以推論 但是 有時候在考試的單下 你要去算這個 有些時候 一下就 就 就 會 所以 發覺的不是太容易計算 因為 它這個是一個 非線線 就是指數 然後還有一些 還更好的 這些些情況 那這邊 percentage 就是dentation 要大於0.707 好 所以我說 這個經驗大於 更好 那當然 那這個部分 你可以去算 就是說你可以 針對兩邊去對數 然後 再去減 這個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 你比較有留意 就是說 這邊是小於某一個數字 到damping ratio 是大於某一個數字 這部分的概念 一些比較強化 的情況 那再來算這個數字 的意義 才比較占銜 那這個部分呢 事實上在前面 有這個部分 比如說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我的 percentage 我damping ratio 我damping ratio 改變 percentage 會去 會誰這個東西 改變 那現在假設你的規範 是5% 那所以你可以發現 現在來講 你要想要5% 就是你的damping ratio 中整的方圍 就是0.707 再過去 再幾 所以你必須 你的damping ratio 這個很大 那它這樣 有一個列表 那就是說 0.60% 超過960 所以0.6當然不滿 所以0.7 那就是 超過0.減到 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damping ratio 事實上就是要大於某一個數字 小燈你要滿足 percentage 會秀的 一些要求 但是呢 我們還可以再繼續看一下 這個damping ratio 我要大於0.707 那這個damping ratio 大於0.707 事實上你還有另外一個層次來思考 在這裡 那我先準備 Exact 所以這邊當然是 我再講 2張檢面 事實上是 是鋼太南也是這樣 那我說這個圖給我 我現在先 A代我們改變這個damping ratio 所以這個S平面裡面,它的一些圖像的一些程度,就是我的低迴路系統跟的一些假假 那在這個角度呢,事實上是跟damping Ratio有關 換句話說,假設這個damping Ratio是指導的 比如說我知道damping Ratio是0.707,這個角度可以翻解 那事實上就是說,假設這個damping有0.707,這個角度有45度 那這裡就會說45度,這個方法 就是說,你已經分鎖了在這裡 但是假設我希望damping Ratio大於0.707的時候 你去看這個角度這樣,你的角度就在你這個方法裡面 就是事實上你的假假呢,就會限制在這個方法裡面 所以你的角度就是要,或角度的絕對是要45% 那這個姿勢假設應用過來 你就可以知道這邊事實上是有一個扇子打開的單情況 就是說,假設你要滿足這個要求 就是percentage over-shoot的要求 你的系統的,是低迴路系統的根呢 就得墮落在這個扇形的區間 好,因為呢,這個曲線是0.707 那當然假設是0.80,0.9,0.6,0.5 所以,因為這樣講 假設你的damping Ratio要小m的數值 damping大於某個數值 damping大於某個數值,damping會小於某個數值 然後,你事實上呢,你根做弱範圍 那就是在一個扇形的區間 然後,你往這個扇形的區間 那這個當然,從這邊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的參數,我的damping Ratio Natural Rig 以及我的性能指標 還有我ST面根的位置 這幾個關系的一些串連 事實上也是,我這邊在做這個學習 希望有的一些圖像化以及數字化的一些呈現 這個事實上也是,整個在回收控制裡面 很重要的一些改善 就是說,我們看待一個系統 有些規範,我要去混合他們的情況 但是,我們再回來檢視 可能在我的設計文件裡面 我事實上知道 這個可能就是我掌握的很重要的一些核心 因為我知道從這裡可以看小明明 但是,到了設計的層次呢 事實上,這個就是你的扇形的 這些數值應該做成這個設計的情況 所以,對很多可能沒有經驗的人來看 我覺得,你掌握什麼數值 你有沒有不同 但是,背後裡面,我有這樣的知識 當然就寫入,我們把這個串連起來 那當然有助於讓你知道 你假設要滿足這個需求 你可以做怎麼樣的一個調動 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事實上來講 很多問題,大概就是 這個規格可以再加很多 但是,你沒辦法 你這邊能夠設計的區域 或者說,你能夠找到這些倉儲組合區域 那你就,相對來講,限縮下來 好,那我再看第二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就是 我的7 time 事實上 要在4秒鐘裡 那7 time 飛去前面的看法就是 這個4屬上Z0ωN都會小X 那這個也就是說 現在Z0ωN要大於1 Z0ωN當然從這個7 time 開始這樣 但是Z0ωN 只有它的一些特定的呈現 所以,你再看 再看 你根能事實上是坐落在 4的Z0ωN正部接1 某一個數字 或4Z0ωN 所以,假設動作5根是這樣 所以,4的Z0ωN實際上 就是你的根的避維入系 這是根的避維入系 是什麼? 死部 那你的虛部呢 留意一下是根號1-Z0 所以,看到Z0ωN 所以,看到Z0ωN 看到燈號1-Z0ωN 它當然是相當於是 跟你燈的實部 跟燈的續部是有關係的 那7 time 你可以發現 事實上是 4屬上Z0ωN 所以,現在有時候 我希望Z0ωN實際上是 1的時候 回到你的 這個 這個 就是 相當於 你的燈呢 必須要在 這是 負一喔 這是 負了Z0ωN 所以,只要是 這個的左邊 所以,這也就是說 這個紅色的條件 就是 presentation 就要告訴你的燈 必須要在上行 這個條件呢 就是說 7 time 告訴你的燈 必須要在這個 左邊裡面 所以,你可以坐落的區間呢 事實上就是 在 這個 藍色斜線 的一些區間 事實上 這個單位裡面 可以坐落的區間 那當然事實上呢 你只要把 你的根 選擇在這個 藍色的區間 那當然要成 共和部份 或者兩個 那這時候呢 你都可以滿足 這個要求的 那所以 假如選擇 坐落在正部 不一正 不一單 坐落在這個角落 那當然 是一種設計 但情況 因為在這個設計之下 可以把這個 電視訊 電視訊 就是 Omega-A 那這樣 就到了 K跟P 就可以帶出來 就算出來 就是Omega-A 就是Omega-A的 P 然後 然後 P呢 就是2D的這大 Omega-A 所以實質上 現在也是 這樣 就可以做成 這樣的一個設計 但情況 但是這個的過程 並不實際 很重要的 當然就是說 把這個系統 的一些方法 規格 以及S體面之間 做一些串連的關係 在進行這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這邊再看 實際上 你希望能夠掌握的 那另外 大概就是說 掌握出這個量化的方法 就是說 你這個性能 一般來很小 但是呢 讓你的設計 可能這個參數要大 有時候要小 但是 這部分 就可能是可以的 這個MHL的規格 我們先控過去 因為這個部分 是 早期 事實上是因為 有些工程師 他肯做一些實驗 所以他看到 這些想像 他做的規格 不過 一般呢 他試用方面 現在的情況 比較少一點 因爲事實上 就是現在 有一些更多的技巧 包括就是說 比如說 倒極 事實上他實戰的情況 你可能做一個實驗 好不好 那就有一個曲線 然後你要看 這個damping ratio 是多長的戰情況 因為 例如這樣一點就是說 我假設知道damping ratio 我可以算響應 我可以發響應 那當然 可是你要換回來 應該只不做 但現在的技巧 一般的 很大一句說 假設點一個響應 然後他身上 有一些 做一些 比如說曲線拈合 或做一些 最佳化的技巧 那實際上就可以 把他的響應 實際上做更多的一些接近 所以這部分的 在現在的音樂大約 看的 實際上是 墊不是那麼多 但是 實際上是那麼多 但是 你熟悉這個圖 假設你看到一個響應 但是這個響應有衝過來 衝過來 那實際上 它是一個 underdamp的響應 那衝得越高 它的damping ratio 基本上應該是 可以知道 可以知道 那在這個特等講 他實際上會看到 你就是 比如幾次的一些緩顧 然後來做什麼事情 但是 基本上還是部分 現在應用機會比較少 好 那我們 剛剛事實上已經有提示S平面 看我們現在根本 ES平面根的位置 跟障礙 跟障礙 再稍微做一些層數 這樣子的情況 那 基本上講的就是說 你的障礙 基本上會跟你 避回路系統集點的位置 實際上是有關係 這樣情況 這邊我們講 這個 call of the transfer方形 講的實際上是 避回路系統的 人際點的位置 這樣情況 那因為實際上 假設給你一個 系統的響應 這樣的情況 就是說 就是你討論你的 你的 你的部件 部件響應 那一般來 你可以把它 根據 就是你有拿法的轉換 做部分 音質跟檢查 就可以寫成這樣 情況 那其中有的部分當然就是 你部件輸入造成 音質在形狀 這個當然就是 被構成 你的 實際上最最後 也會開想應 那另外 你的系統可能有一些 時速的一些根 在的情況 比如說 D-Valential時速的根 比如說 它做負責Sigma ID 所以它會這樣 那你系統 你可能有一些 負責負數的根 所以它想應 會是這個樣的形式 所以 你可能會有系統 很高階 那當然有一些 在時速軸上 有可能在 在負責平面上 有可能 那當然它會在那裡 呈現 那當然這個呈現 想說 我取 Inver-A-Brushon 這樣就有一個情況 那這時候 Inver-A-Brushon 你會發現 一些小意思 不一定是 這件事有個 什麼 就是一個指數形式的善下 那些應該是指數形式下降的一些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電池的收容 像是二階系統或者有公二輔助的一些 跟呈現的一些響應的情況 所以這時候這個系統很複雜 那讓它很多的即便和作戰部 一起配置就要佔領結果 那戰態響應呢 在這個上面當中 後面這兩個項的相降的情況 因為這一項當然是文台相降 所以戰態響應的這三項後面 是這兩個項的一些相降的情況 那這個時候呢 會有這樣的一個呈現 這個圖在看的基本差異表 你要先看它的橫軸的狀態 比如說橫軸實際上是你的根的實物 縱軸是你根的虛物 那根是講的是哪個 那我先看實根 假設你有實根 假設你有實根實物在座落在這裡 跟這裡 假設你這根沒有虛物的就是實物 所以假設你這個根 你的SigmaI是正能 那時候你的響應是指數下降 假設SigmaI是負責 你是指數上升 所以你這個根呢 假設你這個根呢 假設座落在這個範圍 那這個就是你的根 是實數 而且它實物是負的話 它實際上是指數下降 然後呢 假設是正的話 讓它指數上升 對系統來講呢 這個響應代表是不穩定 因為實際上就發散開學 這個是收斂的 所以這個系統的響應是穩定的 在前方 然後在這個中間這個點 基本上來講 我發現它就停留在路程上 假設你的根是 它只在原點上 基本上用它 微停停 磁停在這位3 那這邊當然另外 我要認識到下數 假設你的根在左半平面 你是指數形式下降 但是假設你 根在越左邊的時候 你的響應就是你指數下降 趨勢更劇烈的情況 因為假設這是 你總有一種負貼下降 這可能是你什麼負貼下降 負貼下降會下降的更快一點的情況 所以你這邊的認知就是說 你假設根越往左邊 你下降的越快的情況 那下降的越快 接著差一點當然就是 你響應當然有求越快 藍天四散的時候 我們看到前面這個反應 比如說我在要求 我的根事實上在這個的左邊 因為我現在有這個要求 但是在正左邊當然 那是說它exponential的成分下降的越 所以越下降的越快 所以假設你也可以越往左邊 那當然它就 就是說它市場下降比較快 那從 十階段的角度來 就是它影響時間是比較短暫的 就是很短暫的 因為剛開始很短的時間 有一些影響 然後就看不到這樣情況 所以有些信用 比如說我們之前看到 然後假設一個三階形 那實際上 假設有個極限在很左邊 那就是它指 你在剛開始一個小小的時間 有一點影響 之後呢 它就長不到那邊的影響 那再來看看 假設說我事實上 有時候跟會有一些虛部 其實就是說 變成垢弄複數的 那這時候你可以發現 你的呈現可能是 這些的一些呈現彈性 那假設我是 有動漏複數中 因為我跟這個 在做半體力 那這時候 我基本上來來等 比如說這邊就是 比什麼有固體 Sine的OmT的點頭 對於男生 比什麼固體 Sine的OmT的點頭 所以可能就是 類似這樣的形式 也就相當於是 這些形式的小部分 那這個就跟 跟αK 以及OmK 有關 那你可以發現 同樣大概 假設說你這個 跟越往左邊 相較這兩個 你可以發現 它事實上它的包弱線 就是以什麼一種負 那邊是負αK 事實上 這些降的比較大 那假設它 兩個的虛部是一樣 它這個中間的一些頻率 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響應能 甚至造成這個 藍色線 但是你也受到了 這個 或是包弱線的影響 但是假設你還跟 坐落在U半裡面 你大概就會發展 而且你是 連續 這樣子 跟發展的 這樣情況 那假設坐落在這裡 當然是沒有 虛速之後 所以你是 可以選吃震盪 那如果你在你的 這個OmK 事實上 比較三下的情況 比如說 這兩個Case 當然是比較 同樣的包弱線 那是不同的頻率 但是頻率越高 這邊當然就是 變動的 冷氣點 所以你事實上 還是在這個包弱線下 做一些裂放 所以你這邊當然是 抖動的頻率 會比這個還來的 還來的情況 那這篇圖像話 當然有助於我們 對於一些 系統特性的了解 因為事實上 很多通知設計師 會在S裡面 做一些處罰 那包括我們後面的第七章 在這篇圖像 講的一些跟軌跡 在第六章 講的穩定性 實在和這個S裡面 事實上是相當的 有關係的 那實在在S裡面 事實上 跟了位置 事實上就跟我的 戰態相異 基本上來這樣 有些對比 所以這部分 假設有一個 毒效化概念 如果假設 跟從這個地方 我要把他移到這裡來 你會發現 你的包弱線改變了 而且是 越快手越來 而且你的頻率變快 那同時 這邊我可以看出 對控制系統而言 有個禁區 什麼叫禁區 事實上就在 假設你的 臂圍路線 有一個 波弱線 因為波弱線 右半邊 你剛才想應就發散 假設你 右半邊一點點 但是你還是會發散 不是發散的 比較麻煩 又往過去 會發散的 那對控制系統設計 你不需要發散 或是嚴重一點的 這個 核能電廠 有一些 有些控制方式 那實際上 他就 就有一些 很誇張 但我們知道 那也是相當大的危害 這種情況 比如說 像這個核能電廠 那有些水的問題 那汙漱漢當然就是說 失去了他 可以調整控制 參數的一些機制 那汙漢就好 這個汙漢當然是 我不想不談到 人對很多情況 很多賽車 有說 假設他 操控的這樣 比較硬一點 有些是在翻車 那是跟他講的 就是說 在那個當下 他實際上 就沒辦法回覆 被他 他實際上的情報 那所以這部分 那是我們 是我們進去的 一般來 在說 控制設計 你不需要把你 擺在這個位置 因為事實上 一下子 就可能沒辦法 出口下來 也就是說 你可能一下子 就會化散開去的 這樣情況 那所以 一般來 我當然會希望 坐落在這個方面 這個當然 所以這兩邊 跟電 這邊是不穩定的 這邊呢 卻會是5G 這樣情況 那當然 在J-O-Mega軸 上面會比較有爭議 因為事實上 見能見證 甚至對電機系統 有些時候 我希望設計 我的電路 事實上就在這個位置 因為事實上 我希望設計 可以震盪的電力 這樣情況 那對震盪的電範 對控制系統 我們來的就是說 你事實上是在震盪 但是有些時候 你不是太好掌握 一個小小的電動 你能往這邊移動 對這個擔憂 他的一些設計 的一些思考 但是 不過如果我們可以知道 右半平面 基本上 我們不想覺得 把我們的燈板在那個位置 右半平面 基本上 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也知道 越往左邊 上去越低下 在這個情況 所以這邊有一些文字的畫面 剛剛我們剛剛已經看了 現在我們要了解 Toblix Frequency Risk Frementation 因素 藉助比如說 集電銀點 一些分別 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也跟 食慾上面的一些關係 就是站台相關心 有些關係 那這個系統當然就是 我們把S裡面 然後 的重要性 點傳印 從S裡面上面的 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極力點 一些分布 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極點呢 當然就決定 你響應的一些 模式的專頁 有個極點在附著 Sign I 的時候 響應大概就是 一種就 類似的很強 然後0點呢 事實上會 改變它 relatively 這個部分 假設你大概在看這個數目的時候 這個對你來講 是意義 並不是那麼的彰顯 但是基本在你講的 事實上是 這些數字 就是說 極點改變的是 副Sigma I 以及 負α K 真副Gel Mk 0點你會影響 AIP K 那這個當然就是 所謂危機 就是說 你實在有這個響應 但是你這個響應 成分數多少 或你的加訓率多少 這個是受到0.0 你想的那些情況 因為它是在做柔軟件中的報告 那你做過分因子的分數 這些數字會呈現 那這些數字 那你受到0.0 所以0.0 當然就是 各個成分 比如說什麼 FuSigma I 這樣成分 但是這個成分佔你整理 你的響應的比重多種 所以如果它想再加減 只能射到0.0 底下 好 那我說的問題 就來看一下 但是重要 我們還要把我們 二階系 再把它帶出來 這個情況 那這是 典型的二階系 那你會說 為什麼一直來帶二階系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比較通 比較廣義 或比較通快的響應 就是這樣情況 所以一個典型的響應 它可能有一階的 一階系統的響應構成 再一些二階系統的響應構成 這樣情況 那你有沒有辦法 二階變成一階 對不起 是不可能的 因為它是有共有 有一些虛部 那它的虛部在這個 這樣沒有發生 所以這兩個響應 基本上來講 是一定要做 分開認證的那個情況 當然你針對一階系統 它響應我們還蠻知道 也就是說 它受到這個極點的影響 或者是相對的 時間長度的影響 這個系數的影響 這個RA 所以它響應大概就是 這是一個 自有形式 所以指數 三勝相降 二階系統呢 基本上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是 會受到 dating ratio ratual frequency 的一些影響 所以你的系統 可能有一些的 二階系統 所以我們大概現在就是 心力注重在 假設實際上是 針對一個特定的 二階系統的 響應我們怎麼做 那當然 假設你系統 最後有很多的 這環境的 你事實上 可以針對 各個的響應 稍微來做一些探討 因為這個是 加起來的 這個情況 所以你可以從那邊 做一些認知 所以我們有很多討論 現在我們會指 我真的二階系統 來看一下 但是並不是說 我們這工具 只能用在 二階系統 因為假設我們 學一個系統的 完成 事實上 這些是主文 那我可能有 這些音質 有這些音質 但是 你 假設可以各個 各個疾破 那你 你應該可以再把它 做文 假設你 變一個樂高玩具 你把它做起來 那把它拆散以後 你還是可以再把它做回來 所以基本上 我們把它拆散成 單純的一階二階的形式 一階我們沒有做太大的 我們要看到 因為是比較單純 也比較容易掌握 二階 我們看到 Empirate的小小便 那種 展開的想念 那波紋當然就是 比較靈感 或者說 事實上就是比較多的一些點 我們必須要去留意它 但是重要當然 並不是我們是把我們的心靈 組裝成一個 二階系統 因為是那種 但是 針對每一個音質角 也可以掌握 所以我們可以 最後把它拆除出來 所有的一些想像 所以我們還是回到二階系統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發現 我的根 假設一個二歲前 我的根大是 負ZaOmN正負 J1 OmN正號1-ZaOmN 所以它的十負呢 就是負的ZaOmN 續負是 OmN正號1-ZaOmN 這個情況 好 那 這個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這燈的位置 跟遠點的距離呢 就是OmN 因為根據BCD 可以算一下 不管Za是多少 距離都什麼 所以OmN 可以視同你的燈呢 到達遠點的距離 在這個情況 在這個S題面上面 那Damp Vatial 在這個題面上解釋呢 就透過這個Seda來完成 因為這個Seda就是 Rcosine的Za 在這個情況 所以你不同的Damping Ratio 這個角度就連到 在這個情況 那十負呢 就是負正號2-ZaOmN 續負就是OmN 從這個角度觀點來講 OmN跟Za OmN跟Damping Ratio 是分開的 所以基本上來講 就可以這麼解釋就是說 你這個Damping Ratio 跟這個National Green 為什麼我們先前介紹這個 因為是在極坐標的走上 它是兩個獨立的走 就好像在這支架坐標 水平跟垂直走是獨立的 但是它的極坐標來講 基本上來講 長度跟角度 但是角度因為在Damping Ratio 長度跟Ratio 所以你可以適合 Masure Frequency跟Damping Ratio 基本上是兩個獨立的變量 好 那當然這個認知以後 接著一下我們 把它看到我們的一個系統 我們先能看到這個T 所以Tp就是你的Pi dus到達你峰值的時間 那時候我們說它是Pi除上 跟到 Pi除上OmN看到EG 這個問題我們有推到過 網友itchou 它相應 針對二階系統 我們可以算出來 你可以看一下 它緩分什麼時候是能E 然後那個時間長出來 這個時間 所以Tp是這樣的情況 但是這個數字 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分母 分母是OmA根到1-A根到1-A根 就相當於這個根的虛部 反正是虛部 OmA根到1-A根到1-A根到1 那這也就是說 假設我看根給我 那我看你的虛部 我看你的虛部就是看你這個根做的正常 你可以從它的虛部就推算TP 所以TP 你可以從 所以從這個項目就可以調整 那你的set上碳先前往看到 事實上就比較2% 又是虛部這樣這道 所以這個 這檔OmA根是跟虛部 虛部就是虛部這道 所以就跟呢 這麼移動 事實上當然就影響到 你的set上碳也影響到虛部 這樣的情況 那這部分也就是說 我跟你講是這個 這個體驗的水平移動 好不好 就像剛剛那樣的情況 那這時候呢 你 實部受到移動 虛部不動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 我的set上碳和改變 我的TPn就是我的pick 它是基本上是不動的 這樣解釋不動的 那反正呢 假設我的根是上下移動的時候 譬如說假設你有一個根在 另外一個根在這裡 你可以發現兩個 對應出來的 set上碳是一樣 但是pick暗是不一樣的 然後第三個事實上 就是說我這邊看到 水質跟水質的移動 那你的移動你可以看 假設我沿著這個走移動 以及假設我沿著這個走移動的時候 就是沿著這個線移動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 那個時候你造成影響 是OmN在變動 譬如說我的根 角度是固定下來 我沿著這個移動 那這時候 基本上OmN移動 你所有的時間 就相對的變動 那而且時間跟OmN變動 會是成方異的這個情況 因為每一個時間 都會成 都是跟OmN成方異的關係 那樣情況 所以假設你也跟沿著這個移動 然後你的時間 相對來講 跟受影響的情況 但另外我推翻 事實上 假設我 這個OmN固定下來 我這個角度移動 那影響到我的denting ratio 那所以這時候 就影響到我的percentage ratio 所以 假設你跟在這個位置 那也考慮它小小的變動 它應該是水平 垂直的變動 那水平的變動 會影響到你的septive感 垂直的變動 影響到你的 假設沿著這個走移動 就是說沿著這個角度 這個角度 就是說它只是 長度的變化 角度之變 那這時候會影響到相對的時間 包括pictive感 但是假設 它沿著這個走旋轉 就是說長度是一樣 角度變動的時候 那這時候 你的OmN固定下來 但是呢 角度變動 你的denting ratio 影響 你的percentage of ocean 就受到影響 這樣情況 那所以 從這個septive面上面 你就可以 來做一些底角 那就是說 就是有一個燈在這裡 另外有一個燈在其他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 時速軸跟 就是說你的橫軸跟重軸 時速軸跟虛軸的一些相對變化 或者說長度跟角度相對變化 從那邊來推論 造成響應的 包括這幾個數字 包括你的tick time 7th time percentage 會覺得相對你的一些變動力 做一些影響 所以這部分的一些 一些認知當然有助力很大 我們這個前後說明的一些概念 做一些整理很好 那這部分不曉得有 還是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接著來看 這個在哪裡 還是文派的 那請同學 在中文課 前面的文章 這個章節基本上 關心的當然是一些響應 那其中的站態響應當然我們先看到很多 重要的還是這個地方就是站態響應 然後在二屆系統的一些 Denfin Nature Nature 然後看到更多位置之間的一貫民性 做一些掌握 那我們也看到死域戰略規定 包括 TP TS 還至於說PO% 這樣的情況 有一定是 就是說這些事實的規模 所以這部分來的 針對站態響應 也做了一定程度的掌握 那我接著花一些時間來看 文派的詳細 那我看到系統 就是一個站的系統 就是一個站系統 讓大家看看 那大家我們前面大概去除 我們 剛剛看到系統 是一個站系統 希望看到穩泰響應的系統的穩泰誤差影響 那這個文章我還會再強調一下 就算你借助回收控制或者控制器的設計 你的機會改變穩泰誤差的情況之類 或者亂流穩泰誤差降低呢 這時候把它去除掉 那我看待一個系統是這樣的情況 R是我的參考的指令 然後Y是我的輸出 那我系統也有機轉達出來 H轉達就在這裡 然後EA它是在這個訊號傳輸過程中的一個訊號 那我定義我的誤差呢 雖然就是我的參考指令 R跟我的輸出Y之間的差異 那情況也對於控制器 比如說R是我習慣 你工具機架工一下 切削一個正元的圓弧 那Y是你實際切出來 可是切出來是鋸齒狀的圓弧 那當然這個大概就有些差異 所以就是我的指令 就是我設定 跟真正環硬的指令 差異幹出我的誤差 那假設在這個系統的框架之間 就是說這個避回路系統 而且順向的有一個轉移處 G 然後回收有一個轉移處 H的詞號 那你知道Y跟R的關係呢 就是Y呢 就是變成基因素三 E加GH層上H的情況 那整理一下 那你得不到它 比如說有個誤差呢 跟R不關係在這裡 那也就是說 從這邊你可以發現 這個誤差直接轉移行 受到G跟H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你系統 這邊做一些調整 就是調整G跟H 你有機會調整它 那當然你會希望說誤差是0 但是R應該不是 所以你有機會調整它 並不是令它等於 而是令它有一個好的特性 讓它有一個參考指定 誤差都還是很小的情況 所以假設說 誒我要紋態誤差 假設你要紋態誤差是0 是不是這個就是等於 所以你就是讓它是等於 事實上這個是0 只是很粗淺的解釋 因為我們關心的紋態誤差 就是說你這個想力 實上到時間趨近不窮大的時候 所以我們只要加註於 這個函數有些特性就好 這樣情況 我們不需要讓它 完完全全等於0 這樣情況 那當然假設是 Unity Feedback System H9就是E 所以這時候呢 你的物質 因為H1上面這個G H跟E就相像 所以就變成了E 這樣 E加G 那這個函數 有點特別的E 這樣的情況 因為這個函數呢 就是H11 基本上這個函數 就是我們所謂的 這個函密度的函數 最強大 那這個函數當然 對複裁的函數 比較重要的 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這個函數 就是一個函數 對複裁的函數 一開始 依然就會去打 這一個函數 所以到了測試是 那那這個函數 我覺得 就是我們應該是 這個函數 對複裁的函數 對複裁的函數 對複裁 解除了 就是有一個函數 根據拉普拉斯的中指定理 大概就是說 ET令T前進的一種 它就相當S乘上ES令S去進入 SES當然是ET之間是 不成拉普拉轉換跟反轉換的關係 這樣情況 所以這邊要乘上一個S 而且是令S去進入的這樣情況 然後我先前已經推入了ES 在我的假設是Unity Feedback System 它就是R出上E加E 所以這時候我當然就帶來這個公式的這樣情況 所以譬如說假設我讓乘太誤差數值 那就變這個了 所以基本上假設你要乘太誤差是0 你當然會希望說這個東西是0 那這個東西並不是說後面這個要0 而是因為你這邊已經有個極限的動作 所以你只要針對某一些S 就是S去進入你的時候 它有這樣的呈現就好 那你解釋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定義什麼叫系統的type 所以系統type就是說你系統GS 或是你開回路系統 你積分器的個數 或是有幾個極點在原點上面的個數 那這也就是說假設我肯定我的系統GS 事實上是可能S的N四方 然後這個SRPK 這個譬如說是0成績 就是有K的極點 然後它0成績在一起 那你可能有很多0點 存在於這個情況 那在這位文 假設什麼呢 PK跟GI都不能等於 因為假設有等於你會有 這個領先像消耗的關係 或像增加的關係 所以我們希望說PK跟GI 這樣就不能有這樣的情況 那你可以問說 假設系統有共二負數的根 因為這看起來像是10N 那基本上來講 這個可以允許是共二負數的根 你假設可能共二負數跟相乘 基本上來講 它還是維持在這個因子 所以這邊這個表示 並不是限定於10N 或者並不是限定於10的基領跟命令 但是我們會限制GI跟PK 不能等於 那這時候我的GS 假設是暫行式 那我就說GS 這個系統GS的type 事實上是N 好 暫行 那就相當來說 它有幾個基本器 基本器 因為呢 S分之一就是一個基本器 S的平方之一就是 兩個基本器或兩個基本器 的串聯 所以當N是等於0的時候 那就是沒有基本器 所以我就希望這個type0 那假設N是1的時候 我們就使用type1 1是2次我們就只能看圖等等 但是這邊在說明的過程中 你的觀念上面 你要特別的容易 這也有個字隱藏在這裡 但是你要留下在這裡 open root 所以我們看系統的type 我們是看到open root 轉移函數 或者說open root 系統的type 這個就是不要跟 避回路系統的轉移函數 這個會不會跟它在一起 看情況 也就是說我的生命 一個系統type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 開回路系統 有幾個積分器 有幾個 有幾點在原點上面 好不好 避回路系統 的一些呈現在其他地方 所以我在講系統type的時候 講的是它的開回路系統 並不是講避回路系統 這部分 有些人我看錯的時候 常常比較容易混淆的地方 也就是說 我說這個系統 或者這個避回路系統 是type多少 實際上是講的是 它這個系統的開回路系統 的轉移難度 有幾個幾點 在原點上面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再定例另外一個 兩網子呢 誤差了一些常數 那誤差常數 基本上來講就是 看我的系統type 我根本就有定例 看我的常數 假設系統是type 我定例 我定例位置誤差常數 是這個 假設系統是type1 我定例速度誤差常數 系統type2 我定例加速度的誤差常數 那當然你跟著 類似的N43N4 是4的那種情況 那這個數值是4在的情況 就是說定位置誤差常數 就是令S去進行的GST 那這個就相當於是GS的 S去進行的就相當於DC 所以相當於DC 所以KP呢 我整個位置誤差常數 所以就相當於是開迴路系統的 直流正義 我們可以按個位置誤差常數 然後呢 假設是位置誤差常數 那加速度當然 你會S的比方一下做進行的 可是你當機也承認S的比方 你也去進行的一個數值 那就有加速度的誤差常數 這樣的情況 那在這邊 基本上呢 我都當 n等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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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的 這樣的呈現 但實際上來講 你可以把這個推廣到 不管是什麼n都可以做這樣的定義 所以說n等於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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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這個定義呢 假設你把這個忽略掉的話 你還是可以去算它 讓一些解釋還是適用 那如果這樣的話 大家也要問一說 為什麼我們這麼辛苦的定義呢 這個type跟這個誤差常數 因為我們隨後要探討是我們tie誤差 那隨後我們要探討我們tie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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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發現當然就會跟這個誤差常數 跟這個系統的態度有關係 那這部分我這樣休息一下 我們再進行探討 這下有問題嗎